当你保留枯萎的花朵时,你就很难享受当下的快乐,珍惜眼前的每一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阿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温柔又治愈的剧情电影《早上好》。 当秀美站在天桥上回顾自己的过往时,她可悲地发现她的人生没有什么是值得留恋的。 没有父母的她自小居住在孤儿院中,孤儿院的院长对她非打其骂,等她长大后不仅骚扰她,还让她出门打工赚钱。 在学校,因为是孤儿,她遭受着同学们的霸凌和排挤,环境造就了她孤僻的性格,却变成了众人嘴里没有教养的证据。 当她奋起反抗,面临的就是更严重的殴打。 日复一日地处在这种压抑环境中的秀美,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她曾经在浴缸里放水隔腕自杀,最后却因为勇气不足中途放弃。 可现在,秀美觉得她已经不再害怕了。 当秀美准备跳下去时,一个女人从她背后拉住了她。 瑞珍不知道秀美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可眼前的女孩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纪。 她应该在学校念书,而不是站在这里。 她问秀美什么事让她这么难受,如果有勇气自杀,为什么不用这股勇气好好活下去? 可秀美实在太累了,她觉得眼前的人什么都不懂。 她所遭遇的一切,她的痛苦与无助,她早就已经没有勇气那种东西了。 瑞珍却说她愿意听听她的故事。 她告诉秀美,无论怎样都不会是她的错,因为秀美还是一个孩子。 秀美跟着瑞珍来到了一家餐厅,她的心绪还未平复,在诉说自己的遭遇时,情绪明显地激动。 被霸凌,被骚扰,被殴打。 她逼问瑞珍还想听些什么。 瑞珍让她用死亡的勇气活下去,可对她来说,活着已经比死掉还累了。 她痛苦的眼泪落在瑞珍的视线里。 瑞珍也是曾有过女儿的人,她不希望秀美继续处在绝望之中。 最后她给了秀美一张名片,来这里我会教你死掉的办法。 秀美在手机上查了名片上的信息,那是一座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疗养中心。 来到这里的人最后都死去了。 她思考了几天,在一个雨天离开了孤儿院。 来到疗养中心时,里面静悄悄的。 秀美听到一个房间传来人声。 她推开门,被明亮的光芒淹没了视线。 缓光神发现房间里坐满了人,还有一个人正在表演魔术。 有观众将突然出现的秀美误认成了义工。 阿尹询问她为什么来这里。 秀美回答,因为她想死。 有一个人告诉她来这里会教她死亡的办法。 这话引发了众人的注意。 有阿尹劝秀美回家好好念书。 这时配合魔术的瑞珍悄悄从门外进来。 看到一旁的秀美时,惊喜又欣慰。 她告诉秀美,来这里的决定是对的。 她会在这里慢慢告诉秀美死掉的办法。 秀美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在他们对话时,一个老人过来敲了下秀美的脑袋。 老人看不惯秀美侵蚀生命的态度,让瑞珍赶紧带她离开这里。 这有趣的一幕让其余人都笑了起来。 瑞珍将秀美安顿在了自己家中。 秀美进门时看到了放在门口的拖鞋,猜测家里可能还有别的孩子。 她环顾四周,客厅的盆栽已经枯萎。 有一扇房门上贴着名牌。 瑞珍注意到了她的视线,希望秀美不要进去那个房间。 房间是瑞珍女儿的,只是她人现在不在。 秀美追问为什么人不在。 瑞珍面色不好地说,她离家出走了。 在秀美的主动要求下,瑞珍取消了两人同住一间的计划。 秀美觉得自己睡在客厅会更自在一些。 她打开行李箱收拾行李。 瑞珍发现她没有带衣服,而是带了很多娃娃。 秀美的解释是,她带的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最后,瑞珍找了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她换上。 吃晚餐时,她告诉秀美,在她明白死掉的办法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但也要去医院做义工抵扣食素的费用。 得不到确定期限的秀美有些心急。 瑞珍安慰她,只要用心不会很久的。 第二天一早,秀美跟着瑞珍来了医院。 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热情地互道早安。 路过的爷爷让秀美照做。 她有些不明觉厉,却还是大声地喊了句早安。 此时,昨天表演魔术的阿尹走了进来, 带着一众老人开始了今天的课程。 所有人跟着阿尹的节奏做声呼吸, 只有秀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爷爷又注意到了她, 示意她跟着所有人一起做。 秀美急忙闭上了眼睛。 瑞珍却和院长讨论了留下秀美当义工的事情。 目前院里的义工严重不足, 对于秀美的到来,院长很是欢迎。 但院长有些担心秀美还小, 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让她难以承受的事情。 没关系的,瑞珍说, 她已经是个想自杀的孩子了, 已经不需要再跟她多说了。 最终,院长留下了秀美, 而院里的病人也很欢迎秀美的到来。 婆婆给了秀美一颗糖, 夸她长得漂亮, 让秀美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瑞珍做的第一件事是纠正秀美的认知。 秀美虽然明白这里是安宁疗户医院, 却只是简单地认为来这里的人都会死。 瑞珍告诉她, 这里的人并非是来求死的, 他们都是努力地想活下去的人。 这家医院的存在是为了帮助人们度过剩余的时间, 而并非人们求死的地方。 秀美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知晓, 又问瑞珍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打扫准备三餐陪大家聊天。 瑞珍考虑过后, 还将交爷爷十字的任务交给了秀美, 一个月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秀美觉得时间可能有些赶, 瑞珍却面露惋惜地说, 那她离开的时候可能连字都不认得了。 于是秀美又把不行的话咽了回去。 爷爷和瑞珍有话要聊, 阿尹趁着机会坐到了秀美对面。 秀美问她, 这里的人都是生了病的对吗? 阿尹有些疑惑, 她为何会这样问? 秀美表示, 因为大家看起来都不像生病的样子。 阿尹问她, 什么是生病的样子? 这里的人都是病人, 但都在积极接受治疗, 每天的互到早安也是一种治疗。 因为很多病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可能某天在睡梦中就直接离去。 起床后的互到早安就像是活着的证明, 她的话让秀美恍然大悟。 爷爷很疑惑秀美为什么要寻死, 瑞珍简单讲述了一下秀美现在的情况。 聊天时她注意到了一旁鼓鼓囊囊的提包, 爷爷立刻紧张地将包拿了过来, 瑞珍很好奇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 爷爷却是一副无可奉告的态度, 见状瑞珍也不再自讨没趣, 直接离开。 之前却秀美回家念书的那个阿姨注意到了她, 阿姨喜欢学英文, 问秀美会不会。 秀美腼腆地说自己不会时, 阿姨又劝她要好好回家念书, 不然以后就会变得和她一样。 她说了几句英文, 发现秀美对答如流, 阿姨想要逗逗秀美洋装生气, 见秀美慌神的可爱样子, 忍不住笑出声来。 晚上, 秀美无意看到次卧里露出的灯光, 她想起了瑞珍那天说的话, 思索了一瞬, 没有多问, 在客厅躺下了。 第二天, 她收拾了一下即将枯萎的盆栽, 秀美心里有些奇怪, 明明再细心一点, 她们就能活下来。 今天是周末, 瑞珍说秀美今天会很忙, 秀美不明所以, 瑞珍却挪了话头, 说你该买些衣服了。 到了医院, 秀美发现今天的人格外的多, 她这才明白, 周末原来是病人们的家人探望的日子, 在众人中走了一圈的她被喂了很多吃的, 回来后, 阿尹递给她一袋礼物, 说是薪水, 她注意到秀美衣服都没换, 秀美正想道谢, 阿尹却说出钱的人不是她, 可惜她被要求保密不能告诉秀美。 说了很多礼物的秀美, 又被瑞珍递过来一个袋子, 她正想拒绝, 却发现里面是十字课本, 瑞珍催促她去教爷爷十字, 秀美硬着头皮, 战战兢兢地来了病房, 得知瑞珍要求一个月内交回韩文字, 爷爷觉得他们都疯了, 无论时间长短, 没有人知道能活多久, 怎么能限定时间呢? 秀美表示了肯定, 然后如期开展了十字教学。 一老一少都很认真,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 秀美问爷爷她的家人怎么不来看她, 爷爷只说自己没有家人, 这让秀美有种同兵相连的感觉。 她也没有家人, 一个人孤零零长大, 就连名字都是修女起的, 秀气的秀, 美丽的美, 爷爷安慰她, 她的名字很美丽。 病人里有个喜欢画画的大叔, 总是比不离手, 一个人对着画板坐一天。 秀美发现这里的人都很执着于某些事情, 大叔告诉她, 这些事情或许在她看来不算什么, 但对她们个人却是最重要的。 秀美似懂非懂, 觉得大家好像都很忙, 既然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应该马上去治疗或者开刀吗? 爷爷却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这种平凡的日常生活是特别而重要的。 她问秀美有什么最想做的事, 秀美答不上来, 可哪怕快死的人都有迫切想做的事, 甚至会为此努力活下去。 爷爷劝告秀美, 活着的时候就去做吧, 否则以后就会留下遗憾。 在秀美的照料下, 盆栽活了下来, 瑞珍看起来也很开心, 之前她吃的都是最好的药, 却偏偏养不好, 秀美觉得果然还是知道 他们需要什么才行, 人活在世上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却没发现瑞珍的脸色差了起来。 秀美教爷爷识字时, 爷爷突然身体不舒服, 见她还要继续学习, 秀美阻止了她。 她照顾着爷爷躺下, 出来时遇到了推着婆婆的瑞珍, 因为要出希望救护车的缘故, 瑞珍被叫走, 秀美就推着婆婆到花园里透气, 婆婆又给了秀美一颗糖, 还是那句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老人的关怀让秀美一下就沉默下来, 晚上回家时, 她和瑞珍谈起和婆婆的对话, 因为糖有些苦, 她还没有吃完。 瑞珍笑着说, 糖要慢慢吃的, 甜味是一点一点品出来的。 秀美又好奇什么是希望救护车, 其实就是实现病人临终愿望的救护车。 例如之前有个病人死前的心愿是去看海, 瑞珍就跟着救护车把病人送到了海边, 说着他们路过一家快餐店, 见秀美有些渴望的样子, 瑞珍就带她进去点了单。 秀美以前是不喜欢汉堡的, 因为长在孤儿院里她吃不到, 后来却因为经常吃喜欢上了。 孤儿院有赞助的制度, 秀美有个赞助人, 每年都会送衣服, 钱和汉堡过来。 前辈院长拿去赌博, 但汉堡还可以留在秀美手中。 但不知道为何, 对方在她高二那年失去了联络, 赞助也停了下来。 秀美一直很感激赞助人, 也想过去找她, 但赞助人的信息都是匿名的,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阿尹经常带着病人们一起上课, 秀美却发现, 爷爷总是一个人留在病房。 爷爷的解释是, 自己要抓紧时间十字, 这是现在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事。 而另一边, 瑞珍和同事提起了秀美, 得知秀美曾蒙杀自杀的念头, 同事安慰瑞珍, 秀美会想通的, 就像曾经的瑞珍一样。 那天晚上, 瑞珍去接秀美回了家, 婆婆的身体越来越差, 却还是惦记着给老伴准备生日宴。 她的离开是突然的, 那天晚上, 婆婆的老伴在病床前站了很久。 秀美第二天来到病房, 看到的是空荡荡的床铺, 她这才明白, 在这座医院里, 死亡是如此突如其来的事。 她甚至没来得及和婆婆说再见, 带的礼物也还没有给她。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每个人轮流上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秀美听着她们的演讲, 有关自己的, 有关爱人的。 她们每个人各有各的不幸, 也各有各的坚持, 或写小说, 或学画画。 她们讲着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经历程, 好好活着才能好好死去。 而台下的秀美若有所思, 她回味着那句活在当下, 听着阿尹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她曾被医生宣告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但在那之后, 到今天她已经生活了四年, 未来如何, 暂不可知, 但那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是最年轻, 最有活力的一天。 演讲之后, 秀美有些无精打采, 她既羞愧又觉得抱歉, 今天上台的大家看起来都很幸福, 她不禁开始思考, 自己也能获得幸福吗? 芮珍笑着说, 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幸福, 这时突然来人找芮珍, 那对在医院里形影不离的夫妻, 妻子珍雅身患癌症, 病痛发作, 芮珍输好药后, 她才平静下来, 回家时, 秀美先一步去阳台照料盆栽, 她念叨着植物的料理还是需要阳光的, 熟悉的话让芮珍恍惚了一瞬, 只觉得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那一晚, 秀美发现房间的灯又亮了, 她听到芮珍思念地喊着女儿的名字, 珍雅的状况不太乐观, 熟悉的人相继离开, 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 可医院的环境注定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 恩硕考虑了很久, 决定带她回家疗养, 明明几天之前, 他们还计划着蜜月旅行, 突然珍雅就倒了下来, 芮珍看到挂历上, 圈起了一天写着婚礼, 她想做些什么, 于是找到了阿尹, 阿尹在被确诊病症后, 为了不留遗憾, 考取了很多有用的和奇奇怪怪的证书, 芮珍问她有没有婚礼企划的证件, 这个名词一下子就吸引了其他人,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具体的计划, 爷爷更是拿出了一打钱充当赞助, 势必要给珍雅和恩硕一个惊喜, 珍雅是在夜里醒过来的, 她只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梦, 熟悉的人的离开让她精疲力竭, 她告诉恩硕她想回家了, 芮珍在夜晚再次梦到了西秀, 溺水死亡的女儿面目苍白, 独留芮珍在冰冷的病房里时生痛哭, 直到醒来她都没有走出那股情绪, 离开卧室时她发现西秀的房门被打开了, 秀美见她被吓了一跳, 手中的盆栽也摔在了地上, 她想要收拾, 却被瑞珍制止, 拉扯间秀美不小心受了伤, 瑞珍这才意识到自己情绪的过分失控, 她想说些什么, 秀美却突然站了起来, 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走不出来的, 明明瑞珍对如何照料那些盆栽一清二楚, 却还是放任他们在昏暗的屋子中死去, 瑞珍曾告诉秀美要学着走出来, 秀美也希望瑞珍能从那个时间走出来, 她希望她能获得幸福,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女儿死去的痛苦, 秀美和瑞珍之间的别扭很是明显, 爷爷问了两句, 见她不愿多说就没积蓄, 看见秀美的伤口时, 她装作严厉地教训了她, 自己的身体要好好保护, 秀美笑着说知道了, 然后拿出了给爷爷带的礼物, 一本笔记, 经常练习的话, 十字肯定进步很快, 老人嘴上说着花钱买这些东西干嘛, 实际上心里高兴极了, 因为珍雅和恩硕决定在这个礼拜回家, 众人开始加班加点地进行婚礼的准备, 晚上回家时, 秀美没有和瑞珍坐在一起, 瑞珍一路都很在意地看着她, 下车时她主动叫住秀美, 问她要不要去吃饭, 两人于是来到了熟悉的快餐店, 瑞珍主动向秀美道了歉, 这段时间使她想错了, 因为西秀的离开, 她一直很痛苦, 她总是想着从西秀的身上找她离开的理由, 却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 还将脾气朝着无辜的秀美发泄, 秀美道歉说自己也有错, 不仅未经允许进了西秀的房间, 还大声斥责了瑞珍, 一番互相剖白, 两人重归于好, 出院的那天, 一无所知的珍雅被瑞珍和阿姨拉着准备, 恩硕笑着跟妻子告别, 就离开了, 当房门开启, 一身白裙妆容精致的珍雅, 与西装革履, 英俊帅气的恩硕一起, 步入了这场特殊的婚礼, 其他人掌声庆贺这对新人, 身为主婚人的爷爷宣读诵词, 他们在幸福中交换了戒指, 从此, 往后的余生便一起度过, 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 却还是瞒着不想让秀美知道, 见他这么关心秀美, 瑞珍有些吃醋, 明明自己和她认识的更久, 爷爷却说, 她和秀美已经认识很久了, 久到什么地步呢, 大概是秀美还在上小学吧, 还是小孩的秀美下雨天, 没有爸爸妈妈来接, 只能孤单地一个人冒雨回家, 她问镜子里的自己, 为什么只有自己没有爸爸妈妈, 而爷爷就坐在那面单面玻璃后面, 可等她买好的食物打伞去找秀美时, 那个小不点已经离开了, 如今想来, 那孩子从那时就一直经历着风雨, 爷爷想向瑞珍申请希望救护车, 秀美却在这时进来, 话题不了了之, 瑞珍经常会看大叔画画, 她总是很期待大叔梦里的鲸鱼是什么样子, 今天大叔拿给了她一张特殊的画, 瑞珍之前曾问过大叔是不是没有看见也能画出来, 她一直想要一张和西秀的合照, 今天终于圆梦, 回家时她打开房门, 第一次她将西秀的生活痕迹统统收了起来, 就像那些盆栽一样, 她一直以为只要提供好的条件, 西秀就能好好长大, 现在她才明白西秀需要的不是那些, 或许还为时不晚吧, 她问西秀, 你喜欢吃汉堡吗? 恍惚听见西秀站在身后回答, 每日每夜魂牵梦营的人如今就在眼前, 瑞珍真的好想好想西秀, 她向女儿道歉, 有些道理她明白得太晚, 而抱着她的秀美泪流满面, 爷爷一直在练习识字, 秀美之前问她是不是为了给什么人写信, 那时她含含糊糊地过去了, 今天秀美看到她手里的笔迹, 她好奇地缠着爷爷想看一看, 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滩, 爷爷问秀美明天要不要和她去约会, 几个人第二天一起坐了旧货车出门, 爷爷不仅去理发店做了发型, 还带着瑞珍和秀美去买了新衣服, 他们一起坐在快餐店里吃着汉堡, 只是简单的聚餐就好像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秀美总觉得汉堡不够吃, 那之后他们去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地方, 照相馆, 拍摄时三人有些拘谨, 好在摄影师很会活跃气氛, 三人很快就放松了下来, 他们一起拍摄了一张合照, 站在一起就像真正的一家人, 那之后爷爷特地拍了一张单独的照片, 秀美小的时候总是被嘲笑说是孤儿, 那时她会写信给自己的赞助人, 她像是小说里的长腿叔叔, 默默复出从来不声张铭性, 小秀美写了很多很多的信, 将自己受到的委屈全部写进了信里, 她想要一个妈妈, 叔叔就告诉她下次她会和妈妈一起来, 而在很多年后, 秀美认识了瑞珍和爷爷, 爷爷离开那天是个雨天, 秀美在家中收到了瑞珍的消息, 她冒雨赶来时, 老人已经离开, 秀美还没来得及和她说再见, 她还记得昨晚老人躺在床上时说的话, 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要每天都过得很幸福, 只有认真的生活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 瑞珍递给了她一打厚厚的信件, 秀美拆开发现有自己从小到大的照片, 那是她寄给叔叔的信, 爷爷在笔记里写下了很多话, 她收到信太晚, 但最后遇到秀美的这两个月, 是她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她很遗憾不能陪秀美更多时间, 但越是遗憾才能记得越久, 得知了一切的秀美泪流不止,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她甚至没有能为爷爷做的事情, 瑞珍却告诉秀美, 她已经做到了很多事情, 她陪着爷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她不会再孤单了, 后来, 秀美和瑞珍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 他们还会去疗养中心做义工, 会画画的大叔画完了她的鲸鱼, 恩硕和珍雅结束了蜜月旅行, 喜欢幽语的阿姨还在学习, 秀美也时常想起爷爷, 有时会有一位婆婆请她读孙女寄来的信件, 这时秀美就会清楚地念出那句, 早上好, 人的生命如同一条线段, 从这端到那端可能很久, 也可能不过虚余之间, 我们明明知晓事事无常, 却总有人觉得来日方长, 可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不会陈旧, 美好之所以被称之为美好, 是因为它留在记忆里的, 是它最好的时刻, 珍惜的人要从现在就去珍惜, 喜欢的事要趁现在勇敢去做, 人间的花过了时节就会凋谢, 哪怕明年开春再生一朵, 也不再是统一姿色, 有想做的就去做, 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